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问题其实在我们门诊也常遇到 其实乳房摄影其实现在是非常重要的 大部分人们认为说做检查就够了 其实这是完全不够 这是一个完全错误的观念 因为我们现在发现了 现在乳癌的一个发生率是全国女性癌症发生率的第一名 我们现在政府有一个很好的乳房筛检的政策 人们会问说为什么要做乳房摄影 因为乳房摄影是现在唯一的工具 可以提早检测出乳癌的一个工具 那我们说做超音波行不行呢 其实超音波不太够 因为它有一些乳癌是以概化点的情形来呈现的 这种在超音波其实不敏感 那必须要用乳房摄影来去做进一步的诊断 好的 所以呢 其实从98年开始就已经明确的表示说 要反对这个教育 我们的妇女们做乳房自我检查 还是建议大家应该要定期的去接受乳房S光摄影检查 对不对 这是比较准的 是的 那个乳房自我检查 其实大家这样子处诊的时候 我们发现大概一两公分才摸得到 可是你摸得到的时候 搞不好你就需要做化疗或进一步的治疗 那你如果在很早期的时候呢 很早就发现了 其实你可以降低很明显的一个死亡率的 那有一些民众就会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为什么要做检查呢 我家里又没有家族史 我根本没有人得过乳癌啊 我自己摸也没摸到什么 那我要什么要做检查 其实给大家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在乳癌的患者里面 有80%的病人是没有家族史的 那这么多的病人没有家族史的时候呢 其实很多病人等到摸到才要来就医的时候 有时候就太晚了 那其实那剩下的20%有家族史 我一点都不担心 因为他们很怕只要一点点风出草动 或者是他们都很准时在做检查 反而这个是比较安全的这个族群 所以我必须要再宣导各位大众 必须要知道 不是没有家族史就不会得乳癌 这是一个很错误的观念 反倒是有家族史 他们就会更去确认 或者是定期做检查 所以很重要的还是预防剩余治疗 这个观点啊对不对 没有错 乳房X光射影是乳癌筛检的最佳工具 可以去侦测到就是很早期的早期的乳癌 甚至是可以发现原胃癌的钙化点 然后及早的来接受正规的治疗 去掌握治疗的黄金期 黄金期是有没有一个概念 或者是说其实我们有去做定期做摄影 就可以知道了 治疗的黄金期基本上还是一个观念 就是越早发现治疗的效果越好 那乳癌的治疗其实效果很不错 在第一期跟第二期 五年的存活率可以大达超过90% 可是到第三期就掉到70% 第四期的话就甚至只降到20% 所以你越早发现的时候 你在治疗的一个过程里面 其实你不一定会接受那些化疗 或是什么治疗 其实人们接受的讯息太过于简单 太过于方便了 所以大家都要来治疗之前 或是要来检查之前 大家都很害怕说我是不是乳癌 我是不是要做化疗 他们会先去网路上面Google搜寻 这是很糟糕的一件事情 美国的医师最讨厌的就是 人们一来就说我已经Google过了 其实不要这样子 因为每个情况都不一样 所以来的时候应该是要讨论 所以进一步的治疗是应该的 但是只要有问题 或者是甚至没有问题的时候 规律的去追踪 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对就是可以有效降低 二至三成的死亡风险 其实台中市今年有特别举办了 乳舍筛检LadyGo的乳癌筛检推广活动 只要你是涉及在台中市 而且又符合45到69岁的乳房S光摄影检查资格的人 在今年的11月30号之前 完成乳房S光摄影检查 就有机会可以把万元黄金珠带回家 那这个是一个我们政府很棒的一个决策 其实在全世界也没有什么国家 可以这样子全面的一个 对我们的活命的妇女 做全面性的筛检 所以记得只要你符合在年龄 在45岁到69岁的妇女 没有家族死者 请记得要两年要做一次乳房睡影的一个筛检 那如果你有家族死的话 那年龄是会提升到40岁 所以拜托你们 请你们要记得 身体的健康是取决在于你们的态度 还有你们的观感 所以请记得 那要定期来接受乳房的检查 是好的 再一次谢谢我们的药充医师 谢谢 谢谢